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教育部长吴茂坤下台让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一战成名,更传出他是2020年总统大选国民党的副总统人选,对此柯志恩否认,不要陷害我,想太多。 扣扣早餐周玉扣询问,如果没有这个打算,那是谁在放话? 柯志恩解释,有一天沈富雄在聚会上的玩笑话,只是玩笑,请大家不要太介意。 既然柯志恩一战成名,成为国民党的女英雄,怎么不考虑选台北市长? 柯志恩也直说,台北市应该不能忍受另一个女科批吧? 他强调绝对会鼎力向住丁手中,此外,蒋万安曾在台北市长初选时是最热门的人选,但蒋万安当时表示本来就没打算参选,如今柯批跟民进党分手,丁手中胜选几率变大,被问到有哪些优势可以不足丁手中选票。 蒋万安说,一个是自己选区部分,另外就是在社群媒体上,一时是议题吸引年轻族群的共鸣。 蒋万安表示,丁手中当选绝对是国民党在2020大选前的关键一战,他会使尽洪荒之力来帮助丁手中赢得台北市长选举。 台北市极层蓝营的支持者会倾向投给丁手中,因为丁有比较沉稳的风格,柯文哲则比较跳trone,不按牌里出牌,这是丁手中在今年的选战的优势。 柯执恩全力辅选丁手中,HIT FM提供,蒋万安全力辅选丁手中,HIT FM提供。